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 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最新疫情消息 本土确诊今日加零 今晚一入12例 带您来看疫情指挥中心的稍早画面 指挥中心26号表示 第16期疫苗平台规划提供 BNT、莫德纳和AZ疫苗第二剂接种 另外也开放已经接种完第一剂AZ的民众 第二剂可以混打BNT或是莫德纳疫苗 自11月29号到30号开放预约登记 12月2号到8号进行施打 另外指挥中心也提醒 民众可直接至合约医疗院所或是卫生所预约接种 不需在上网登记 非洲近期出现新型冠状变种病毒 并已经在南非、香港发现相关病例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指挥中心26号宣布 自11月29号临时起 将南非、波扎纳、纳米比亚、赖索托、史瓦地尼 和星巴威这六个国家列为重点高风险国家 旅客抵台14天内 若曾去过上述国家 一律都需要公费入住集中检疫所14天 总统蔡英文26号上午接见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 是由联邦众议员高野率跨党派众议员所组成 蔡英文在接见美国访问团时表示 明年1月开始退辅会将会派人常驻华府 可以针对退辅军人的健康保险、医疗、就业辅导 以及长照等方面增加更多的交流 高野则表示 这是今年美国国会议员到台湾的第三个访问团 相信未来访台会变成常态 教育部25号宣布 从明年开始到2025年 将推动为期四年的中小学数位学习经济方案 总经费高达200亿元 明年9月前中央将采购61万台平板载具 给偏乡学生一人一台 也强化校园的高速网络 建置教育大数据资料库 同时发数位教材内容 达成斑斑有网络生生用品版的目标 2022年即将到来 交通部台铁局26号表示 因应民国111年元旦廉价运输 12月30号起到111年1月3号 全线加开各级列车共107班次 12月2号凌晨临时起 开放网络及电话语音订票 今年90月起的统一发票在25号开奖 同时也开出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的奖项30组 但财政部提醒 今年7、8月期千万特奖仍有5张未领取 200万元特奖也还有7张未领取 金额最低的一张 仅花费1元购买塑胶带就中奖 提醒民众 7、8月期的统一发票对奖期限 直到明年1月5号 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